舉辦第0屆無人機競賽的頒獎跟研討會 這次我們比賽分成兩種 A組是100台 那麼B組比較少 大概是20台以內 這是第一次我們在嘗試 利用國內的軟體 國內的技術 國內的設備 來辦了一個無人機競賽 當然如果相較於 Intel V300台在屏東燈會 哇 他們更厲害 所以我們這次的100台 其實代表我們的起步 那麼明年200台300台 我們會繼續向前 讓我們台灣自己製造的無人機 能夠在我們的夜空點亮 讓大家看到 這次我們辦了五六場 都是擺台的 有在故宮南院 有在我們聖母廟 有在南科那裡 狀況是怎樣 這次有5場100台的 那在不同的地方 從聖母廟 台南聖母廟 在故宮南院 在胡偉科大等等的 有幾個地方 包括實踐大學 技術分成好多 比如說飛空的技術 另外一個就是他表演的藝術 所以我們要結合相關的 像台南藝術大學 他們會加進 讓我們的整個表演 包括他的圖形等等 會創造一些經驗 會不一樣 所以我相信我們明天會更好 然後會越辦越好 所以羅夏也是還有第一屆 那當然 第一屆就是為第一屆 在做準備嘛 所以我們第一屆很快 敬請期待 絕對能夠讓大家非常敬遠 我還是用著非常感激的事情 謝謝我們南科管理局 給我們這個機會 來承辦這個業務 其實我們這個 特別要特別講到就是說 剛影片裡面所看到 有很多畫面確實是我們在從去年底到今年的整個過程 那我們這個計畫是南科委託的軍費專案的計畫 這個計畫也是成為我們鄰居長的一個高瞻遠足 我想從去年開始就有一個這樣的 announcement 然後我們預備做這樣的動作 那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也跟在地的文化就是聖母廟的一個結合 那也是成為我們聖母廟的很多的幫忙 那從今年的四月份一直到我們年中以後的很多的KPI 還有很多這個最後的這個群回競賽 那各位看到這一個計畫 大家感受到南科管理局在鄰居長的帶動之下 在這麼有創意這麼豐富的內容 那真的是讓我非常的讚嘆 那我自己承辦的這個業務 自己也壓力很大 所以真的我在當任所長期間 然後在卸任以後 一直把這個計畫希望能夠呈現最好的內容 中間有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挫折 曾如影片所講的真的非常多次的歷經 這樣的一個失敗 那我想我們都轉過來 我們謝謝局長在過程裡面給我們的勉勵 給我們的支持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在座的很多南科的這個官員們 給我們的中間的居中協助 還有最後在過程的這個包括評審委員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技術的評審委員 都給我們非常多的協助 那我們希望這一切才算是我們這個計畫的結束 局長的這個創舉之下 他跟我講一個小故事 我們那個時候在台南市開會的時候 也非常的趕一趕配他的那個意志力 那個屏東飛的那個Intel的時候 有300架飛上天空 所以那個時候他跟賴主任 一直來找市政府 希望能夠說我們可以飛起來 飛起來的這個無人機是台灣隊 然後我們要搶回我們的滯空權 也就是說我們的天空應該飛的是我們自己的防隊 落地在我們台灣 然後我們今年最特別的就是 我們有百人的這個群飛的部分 已經呈現了我們最好的成果 我們在打造我們所有的台灣的夜空 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團隊 將來一個一百排的這個無人機的一個群飛計畫 那將來當然我們林局長還有很多的團隊 包括我們廖老師長 還有我們這個王董市長 等等的這些團隊 還有李志欽老師 這些團隊都會加入在我們這個大家頂裡面 我們搶回滯空權之後 將來就是要打國際盃 由台灣隊來打國際盃 那這個計畫呢 會從第0屆 第1屆 第2屆 開始一直去執行 其實賴主任當時還給我想一個他的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壯舉 他希望飛上去的是無人船 那那個無人船呢可以載其他的那個太陽人的部分 去讓他可以做充電計畫 這個當然是他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創舉 那我們可以想見 除了在影視部分的這種藝術層面的科技結合 我們將來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空間 在無人載具的部分可以去做很多實驗性的計畫 那當然在影區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台南市政府非常願意跟南柯這邊來做很多的配合 然後能夠壯大我們台灣隊 然後讓我們的國際這個天空 還有我們的表演團隊 能夠在國際大放異常 我們還有研究生理 然後再來進來之前 你都沒有沒有碰過無人機 然後進來之後還接得到無人機的一塊 然後 這段時間 摸了以後覺得怎麼樣 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實驗室本來就是無人機實驗室 那只是因為這個計畫 所以多接觸了群飛這個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說其實是蠻新奇的一個東西 因為畢竟這東西之前在Intel也在影中做過一次 所以對我們自己做一次來說也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然後除了在技術上 然後勞力上也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然後尤其我們自己也是一般的研究生 所以我們會必須付出更多的心力去做這件事情 未來希望就是說畢業了 用在產業上的運用到這些技術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希望可以把自己有在這個計畫裡面 運用到的技術也投入在產業上 不管是技術或是本身的技能 都是一樣 所以你們這次是軟硬體都有嗎 是 軟硬體都有 所以包含操作技術還有製作無人機都有 對 都是你們親身自己參與 對對對 都是我們自己去操作加製作的 你們有學到新的嗎 就是因為以前可能學到比較多的是理論的部分 那進來以後因為要做這東西 然後因為要飛一百台 所以製作的飛機量也是很大 所以我們也是投入很多心血在裡面 然後所以因為製作的量很大 所以我們也是算是一直在重複練習 然後重複製作啊 操作這些東西 對所以學到很多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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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 會